田野的例子呢 他今天在重新看待的时候 其实我们往往会发现 这个区域的人的世界 确实和我们似乎觉得没有关联的 那个山和水的 水也许更近一点 而产生了更大的关联 换句话说 这个区域的原初形态 或者它的根源形态 其实并不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对 我觉得对田野工作的 人类学迷恋的田野方法的 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反思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太重要 不然我们总认为 其实真相就存在在 我们总也了解不清楚的 有一定边界的田野里 其实往往并非如此 第二个呢 其实王老师引这个 顾洁刚先生的这个讨论呢 我想他可能在挖掘一些 也是标准的人类学问题 虽然现在我觉得人类学家 已经不关心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图示 或者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图示 其实它有着神话学的根源 或者用顾洁刚角度来讲 可能构建了一个这个文明系统的一个双重的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来回交换 也可以相互替换 也可以去交织再形成神话的母题 这都可以 但是他构建的这个两条最重要的系统 实际上我们从更广义的山水角度来讲 就像新古典学讲的一样 这个才是一个文明的底色 我觉得这个好像王老师 仍然是从人类学最基本的问题里边来学 所以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特别带古典学的味道 其实这也是人类学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对以前的古典学不满 对文明的一些基本解释不满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讨论的也是一个标准的人类学的问题 就在于仍然是人和非人之间的关联在哪里 当然我们不知道王国伟是不是本来就这个意思了 您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理解王国伟 或者王国伟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无我 当然您说是有我的无我 其实他受出本华影响最大 在这个词话里边的基本思想 但是我想后边对于人类学 特别是西方人类学 他基本的理解世界构造的方式 这三种方式 王老师从山水这个角度进行了一些反思 这个反思还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 就是简单来讲 万物有灵论 对吧 图层论和这个巫术论 那么在王老师看来呢 这三种理解的方式 仍然是在物和我之间建立一个关系 但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以无我作为起源的一个真正 一个实质的关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